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一單新聞, 這單新聞幾誇張, 人倫慘劇, 可以說得上是, 大陸就有一個姓袁的男人, 因為爛倒沒錢花, 竟然綁架自己的外孫女, 還要脅女, 就說叫她三日之內拿五十萬出來, 不然就不需要只見到女兒, 結果決定大意滅親, 直接報警, 就將自己六十五歲的老爸送到監獄, 吃免費皇家飯, 根據新郎新聞報道指出,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在上海出生, 姓源的男人, 因為看盡機會透過物流行業, 賺到第一桶金, 然後也創立物流公司, 但是隨著時代發展, 她的公司可以講得上, 是經營得相當不錯, 但是她在這時候又認識到朋友, 竟然最後迷失自我, 不理老婆子女的生活, 就染上賭引, 甚至最後傾家蕩產, 由於賭錢就輸得乾乾淨淨, 她又開始向親戚朋友借錢, 直到每個人見到她都被知側吉, 她就開始賣自己的家產, 去到這時候她亦都因為自己長期生活習慣不良, 再加上有賭引, 親戚都知道了, 她又有胃癌和抑鬱症, 這段時間就靠個女兒和她的老公去照顧, 而她的女兒的家庭都只不過是一個小康家庭來的, 然後她老爸百般要求她一直問她拿錢, 竟然將個心思就放在自己外孫女那裏, 她趁機提早去到幼稚園接外孫女放學之後, 帶著外孫女出去玩, 一邊就打給女兒, 就說叫她三日來拿五十萬出來, 如果不是就會傷害她的女兒, 即是這裏傷害的人是她的外孫女, 而知道了自己的女兒竟然是被老爸綁架走之後, 姓緣的這個女人即刻在電話上跟她老爸吵架, 咳了線之後, 她又回憶返自己的老爸性格又古怪又偏激, 就怕女兒真的發生意外, 所以就決定打電話報警, 而在報警的情況之下, 好快就拉到人, 而且是送了她入監獄, 在監獄裏面, 她是無認為自己犯錯的, 她一直覺得所謂的恐嚇女兒 只不過是家人之間的爭執行為, 甚至認為女兒和這些司法機關太過上綱上線, 而自己一早就已經是六十五歲的高齡, 但竟然被女兒送了入監獄, 她甚至說, 說女兒不是要她改過, 簡直是想拿她的命, 而且她在監獄情緒也有異常狀況, 最後在監獄方和警察協助之下, 亦都找了姓源的前妻去安慰她, 甚至拿了女兒的手寫信, 就說原諒了她的老爸。 現在這個綁架自己外孫女的男人, 就專心一致接受複形改造, 所以為了錢,為了賭錢, 真是甚麼都做得出, 好像現在這樣綁架自己的孫女。 雖然在新聞上看到, 她是沒怎樣虐待孫女, 而且是帶她出去玩, 但作為家長的聽到應該都是會好擔心的了, 如果不是爛倒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變到今時今日這樣的狀況了, 所以都不怪得自己的女兒是打電話報警拉了她的, 所以以前一直先同大家講, 說人性是好恐怖的, 在利益面前其實甚麼都做得出,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甚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